宣布1月8號邊境大解封後 南韓政府就提前在5號要求 來自大陸航班的旅客 得配合升級版防疫規定 起飛前要交PCR報告 落地後也要採檢 10號大陸駐韓大使館發布公告 痛批韓國歧視 因此將暫停簽發韓國公民 到大陸商務旅遊過境等短期簽證 南韓政府從1月2號到31號 就暫停駐中國使領館旅遊簽證簽發工作 大陸新任外長秦剛 9號才針對南韓對來自中國旅客的限制措施 與南韓外長通電話 不到一天時間大陸就展開反擊 而且不到三小時 日本共同社也報導 有當地旅行社收到中國有關部門通知 10號開始暫停辦理日本人到大陸的簽證手續 我們再次呼籲相關國家從事實出發 科學適度制定防疫措施 不應借機搞政治操弄 不應有歧視性做法 一天之內 中國對日韓採取反制措施 外界評估 大陸官方後續恐怕也會對 美國以及歐盟等二十幾國已經限制大陸旅客的國家 採取相關反擊政策 TVBS新聞中小學 李明珍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VP